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大家知不知道 是咱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天我就给大家回来捋一捋 咱们国家到底有多么多么的安全 多么多么的负责任 一定要彻底的来颠覆一下你的认识 他无法想象 被他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 是如何在这里度过了17年的非人生活 一个梳着麻花变的年轻的女孩的出现 打破了德阳中江县 泰安镇月亮景村的宁静 他喜欢读书看报会说外语 他买东西时会看保质期 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行为习惯 都和这个村子格格不入 村民们一致认为他很漂亮 极有可能是个女大学生 但让人诧异的是 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 竟然会和村里最穷的光棍 倪天国生活在一起 不过倪天国声称 这是他从外地带来的媳妇 村里人也就没多想 一直到17年后的2012年 终于有人觉得不对劲了 打电话给记者 希望能帮助这个女人找到家人 记者跟着55岁的倪天国 来到了他家 从小父母双亡的倪天国 是村里生活条件最差的 过去他都是和鸡丫猪羊住在一起 一张木板搭成床 人睡在木板上 下面养牲畜 听说记者来的前一天 才把牲畜养在了外面 床上也没个被褥 唯一一个枕头 还是用一个毛衣卷的 平时他们就在光秃秃的木板上 盖着一件脏兮兮的军大衣睡觉 屋顶漏雨 窗户透风 墙上破洞 就是在这个一贫如洗的猪圈里 记者见到了村民口中的女大学生 何成慧 他全然不思村民口中的聪明伶俐 反而有几分吃傻 白发苍苍的倪天国 给他梳着乌黑的头发 边梳边问 你喜不喜欢吗 不喜欢 女孩已经被折磨得神志不清 但还是本能地厌恶这个老头 倪天国不死心 继续恬不知识地问 尽管何成慧的态度很明确 但倪天国一厢情愿地称他为自己的夫人 晚上 倪天国给记者表演了下 他们平时都是怎么睡觉的 他踩着凳子爬上了木板 作为一个大学生 何成慧是怎么能忍受这种环境呢 倪天国得意地说 何成慧平时很听话 一听说自己回来了 就乖乖回去了 然而 这和村民口中所说的截然不同 何成慧看似听话 趁倪天国不在时 经常想要逃跑 对此 倪天国早有防备 刚来的时候 何成慧动不动就逃跑 倪天国索性就把他锁进了屋里 一锁就是整整一年 对此 倪天国给自己找了一套完美的说辞 说女孩头脑有问题 他跑出去伤害别人 出于安全考虑 才把他锁起来的 记者尝试用英文和何成慧沟通 问他来自哪里 但他只是一副迷茫的眼神 特别是被问到家在哪里时 他总是不安地环过四周 怎么也不肯说 这时 记者才注意到旁边面色凝重的倪天国 何成慧似乎很怕他 记者支开了倪天国 何成慧这才打开了话匣子 他清楚地说出了家庭住址 以及父亲的名字何开智 3月25日 记者驱车10小时 来到了何成慧所说的 屋于重庆有阳的家 然而17年过去了 小区早已被拆 何家也已经搬走了 一番打听后 记者终于找到了一个认识何开智的街坊 从他口中得知 何家确实丢过一个女儿 在街坊的帮助下 记者找到了何开智 给他看了何成慧的照片 他一眼就认出了女儿 不敢想象 女儿现在已经这么老了 瘦得不像个人 想到女儿所受的苦 不禁劳累纵横 那时 老何一家还很穷 借了8000块 送女儿上了绵阳科技大学 女儿也是那时走丢的 他在校没外 久久等不到女儿 后来 一家人找遍了全国各地 也没有找到他 时间长了 心灰意冷的一家人 都以为何成慧不在人世了 一天后 记者先一步回到了倪天国的家 告诉倪天国 他们已经找到了何成慧的父亲 事已至此 倪天国也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 承认了何成慧 是他花了120块 从人贩子手中买的 在他眼里 何成慧就是自己花钱买的私有物品 他理直气壮地说 为了防止事情暴露 他骗村民说 何成慧是他从外地带来的媳妇 并且阻断了何成慧和外界的交流 起初 何成慧总是趁他不在家时逃跑 倪天国回来后就是一顿毒打 后来 倪天国直接把何成慧锁了起来 期间何成慧曾苦苦哀求倪天国放他回家 但倪天国只是默默记下了何成慧的家庭住址 对于何成慧 从未有过怜悯之心 被关得久了 何成慧的精神也逐渐失常了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而村民也听起了倪天国的谎言 认为这是倪天国的家事 都是一个村的 低头不见抬头见 就算是心生怀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这样 何成慧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7年 而何开智寻找女儿多年无果 以为女儿早已不在人世 但一家人从未忘记何成慧 每年过节都会给女儿烧纸 第二天 何开智带着女儿驱车从重庆改来 然而到着村口 他却犹豫了 迟迟没有下车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言 看到这个乱石堆砌的破败的房子 还没有见到女儿 他就已经被从中来 田天国在背后流出了鳄鱼的眼泪 装不作样地劝何成慧喊爸爸 何成慧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他认出了妹妹 但是看到旁边的父亲 脸上的笑容稍纵即逝 似乎心里藏着一股怨恨 而对此 何开智心里也早有准备 他哽咽着对女儿道歉 妹妹拿出了何成慧 上大学时和家人的合照 多年以来 何成慧的走失成为了全家的伤痛 虽然女儿回不来了 妈妈仍每天在给她收拾房间 如今 妹妹也已经成家 孩子都已经11岁了 看着亲人相认的感人场景 倪天国谎话张口就来 她声称 自己不知道何成慧的家在哪 还恬不知迟地叫看起来 比自己还小的何开智 爸爸 杂星星地道歉 爸爸 我错了 我错了 不仅如此 他还把自己包装成 好心收留何成慧17年的好心人 半信半疑的何开智 提出来要看看女儿的生活环境 看着猪卷 何开智气得浑身发抖 倪天国还是一副不知悔改的样子 他死皮赖脸地说 你 你要是说 你起的 我也是 我也是 瞧一座人就发 你爸爸 你见都见不到他 事实上 倪天国这个猪卷 还是当地政府 看他无处可住的情况下 出自修建的 然而 好事懒做的倪天国 在拿到钱后 只拿出了一部分来建房 剩下的也不知道用在哪了 何成慧被家人带走了 临走前 何开智还一直以为 倪天国是救女儿命的好人 何开智还给了倪天国六百块 让他买床被子好好生活 并且表示 以后还会开车回来看他 倪天国一手推托着说 不要钱 一手死死地借住了钱 何家人离开后 倪天国摸起了眼泪 对此 节目组的说法是 但我并不认为这是良心的发现 一个骨子里发烂的人 怎么可能在瞬间悔悟 从何家一来 倪天国就开始了表演 眼泪不过是东窗事发后 自欺欺人的演示 何成会被带回了家 看着有些吃傻的女儿 母亲气不成声 何开智也说出了 深藏在心底的愧疚 他以前脾气不好 经常会对妻女大打出手 在上大学之前 女儿和成会就已经有精神分裂了 何开智猜测 女儿有可能是在上学时 突然精神失常 才被人贩子拐卖了 女儿走失后 何开智泛然悔悟 性格大便 一家人这才过上了和睦的日子 如今 女儿的回归 在何开智看来是苍天有眼 故事结尾 一家人团团圆圆地派了张合照 片中 倪天国的无赖嘴脸 一度让我感觉生理不适 更让我恶心的是 买卖人口的行为 最后竟然可以被原谅 一句轻飘飘的良心发泄 就无视他17年的罪恶 最离谱的是 何复没送他进去 还倒贴钱让他过好日子 不过听到最后何复的解释 也能理解 为什么他没有去追究 倪天国的罪恶了 他认为女儿的走失 是自己暴脾气 引发的蝴蝶效应 原谅倪天国 也就是原谅了自己 好生懒作的光棍 花120 买了个玩物 犯了罪而浑然不知 脾气暴躁的父亲花600 买了个心安理得 而无辜的花旗少女 要为他们的罪行买单 与社会脱节了17年 历经了难以想象的黑暗 他原本美好的人生 被彻底摧毁 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后来何家人找了 很多专家治疗 结果都是由于耽搁太久 治疗效果很不理想 没有什么可说的 希望每个参与人口买卖的 都不得好死 我想你生活在中国 你应该也能感受到吧 我说这个话呢 是从大家的评价 大家的评论 来中国旅游的人 还有中国人民的评价 生活在中国 我们确实感觉很安全 我说这个 你生活在中国 你应该也能感受到吧 我说这个话呢 是从 我们以为我们 Barroso 都不得行 其实刚才公众 我们不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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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得好